工作Vlog又来了 这一次是要拍一组关于酒的片子 早晨顶着一张大肿脸 出发了 街外面的风好大 这组片子最让我开心的就是 甲方爸爸让我去美了个甲 风风火火的到拍摄盆了 这个盆我还是挺喜欢的 因为之前来过 这里有很多进口商店 因为拍的是酒品牌的一些宣传照 所以造型都会比较女人一些 那我这一组的造型装发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其实整组片子几乎不怎么录脸 基本上要用到的都是些手 当然哪怕只是录手 所有物品的摆放 东西的一个陈列场景 都需要导演和背后的工作团队付出极大的努力 拍摄前期的准备都比较繁琐 因为我又要各种打光 又要看角度 又要试拍 所以就只有在那慢慢的等待啦 第一组造型结束啦 第一组造型结束啦 第二组造型 等待第二套的场景灯光倒置的摆放 通常这个过程都会比较漫长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属于自己自由活动的时间 正好找到了这个特别好看的地方 所以就自拍几张 一般食物的拍摄现场 东西都会做得特别好看 第二升还没开始拍摄 那已经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了 今天的午餐特别的丰盛 结束干饭 就继续开始下午的工作啦 但今天的拍摄中间有个小插曲 因为我要离开一个小时 去上个课 也因为拍摄进度慢了 所以导演让我上完课 再回来继续拍摄 反正风风火火的 就拿个大水壶出发啦 速战速决 下了课之后 就匆匆忙忙的赶回来了 好 接下来换新的一组洛克 当然没有拍多久 又开始干饭了 又到了晚上的干饭时间 那就继续干饭 吃完饭就继续进行最后的拍摄啦 那今天其实一共只要出四张片子就OK 然后换了四组造型 所以其实大家看似很简单的片子 一张真的要拍好久 花了基本上一天的时间 才结束了这四张片子的拍摄 当然啦 休息的时候自娱自乐 也是拍了好多张照片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啦 拜拜 不过话说回来 我到目前还没有找到我的片子 每次都是这样 拍了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See you 不过分手 точ是 是不是